查詢有關台北市的相關資料 當然你會發現 台北市的資料大平台上面 他提供了一些 只要不牽涉到個人的隱私的相關資料 他都盡量公佈 這個就是所謂的開放資料 另外有個概念就是所謂的開放政府 那開放政府就是說盡量 這些資料的話 我們盡量就是把它公開 那公開的好處就是說 大家也比較不用懷疑 到底 政府背後做的事情到底是不是真實的 就像我們這次疫情一樣 大家其實也應該不用懷疑 這到底會不會有隱密疫情 應該是不太可能的 只是說我們大概大家都知道 可是大家都要 這個心情又不一樣 其實我感覺到大家也不一樣 因為我一走進來 發現好像大家氣氛就不太一樣 突然變好安靜 我一進來發現奇怪什麼 有發生什麼事情嗎 也是因為 而且大家都戴上口罩 顯然我覺得台灣 應該 是可以撐得過這段時間的 只是說因為 之前可能大家都鬆散了 有時候就是 一個不小心 就造成一些 後續延伸的問題 不過慢慢 我可以 慢慢沈澱下來 我想應該還是恢復正常的 一樣的道理 台北市資料大平台裡面 如果我想知道菜市場行情的話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 他會提供給我們一個什麼 一個 總共 2019年的全年度的資料 那現在的話 不管是政府機關也好 或者是企業也好 資料都會互相交換 所以他資料就放在 雲端上 或者放在網路上 但是有個問題 你必須要去把它抓下來 那如果資料 他可能不太可能會一次給你一個完整的檔 他可能給你很多個分散的檔 那這個時候的話 你一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你有個需求 因為你不可能說 你將來要做一些統計分析的話 是個別做 有七個做七次 七次怎麼合併在一起 所以你變成第一件事情 你的需求是 不要一個個下載 因為你下載的話變成下載七個CSV檔案 那你變成你要Ctrl C 選取 在Ctrl V貼上 那變成你每天 像現在很多人每天的工作 就是要做這件事 那如果他每天都要 複製貼上 而且他檔案數量可能不只七個 可能是七十個七百個都有可能 到這個時候的話 當然你就不太可能 是去用什麼所謂的複製貼上 那所以呢你就需要什麼 有沒有辦法 最好是可以 寫一段程式 那這段程式的功用就是說呢 我可以直接去抓取我要抓的這個資料 然後抓下來之後的話 就幫我把它放在Excel裡面 然後呢把這七個檔案變成一個Excel的檔案 那我在做後續的統計分析呢 就比較簡單 那比如說我想要統計什麼呢 統計哪個菜市場 他的那個什麼呢 他的 比如說青蔥的價格 哪一個地方是最便宜 假設我希望呢 瞭解這個 這個一個統計資料的話 全年度哪一個 菜市場最便宜 然後他的平均價格是多少 那這個地方 怎麼去做這件事情 當然不是說 當然你做一件事情的結果 用的方法很多 但是結果用的時間可能不一樣 而且會差距還蠻大的 那假如說這件事情你每天都要做 每天都要統計的話 那如果說你會用寫程式的方法 你隔天只要再執行一下程式 你的事情就解決了 但是如果你不會用程式的方法的話 你就變成說你又要從頭來一次 那所花費的時間 那就不一樣 你會發現程式一下子 大概不到一分鐘時間 你的結果就完成 但是如果你今天呢 你是用人工的方法來做 恐怕你要做一個早上 OK 甚至啊 如果資料更多 可能是做一整天的 那你會發現現在很多人的工作 每天 都在做重複 事情 OK 那當然 第一個啦 效率 效率一定是非常不好的 第二個的話呢 其實 做出來結果難免有錯誤 因為人工做的 OK 然後另外的話如果是大家都這樣在做事 那當然效率一定是不好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每個人呢 都具備有 程式的能力的話 這樣的話呢 就比較不會 有 之前有個新聞 因為 立委在罵說 因為好像我們那個部長講了一句話 說公文的速度 永遠比不上什麼 病毒傳播的速度 有沒有然後就被罵翻了 他就講說 因為公文已經在跑了 但是問題 已經有這個訊息說哪邊哪一來 但問題是 公文 互相傳 傳來傳去 傳播的時候最後呢 你可能知道這個消息是好多天之後 12天之後了 可是病毒他不會說等你12天之後才開始傳播吧 他只要得了他就馬上又傳給下一個 OK 所以如果說 像那個 公文如果說可以電 當然可以用最極限或電子 電子化的話 可以馬上傳到另外一個 讓另外一個人知道這個訊息 馬上可以做因應的話 那自然而然就可以防堵的 起來了 所以有的時候 這個當然 就是 處理任何事情 其實如果用對方法 效率就不一樣 OK 所以要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我們上個禮拜講到 這幾個檔案的那個 背後連結 你可以按右鍵 這邊有個複製 複製連結網址有沒有 他就可以得到我們要的網址 所以有七個啦 那因為我上禮拜 有把這七個連結先複製起來 然後把它放在這裡 OK 可是問題這七個連結 底下這個 這個就是它的連結啦 你點一下就要下載一個CSV 那如果說要把它全部下載下來的話 那你可以先做第一件事 我上禮拜是先錄製去情 錄製什麼呢 錄製那個資料 有沒有從那個什麼 資料裡面有個什麼 從文字檔 這個你開個新的檔號 然後資料從文字檔 然後如果你要下載第一個 你其實可以把 第一個這個連結 把它複製 然後貼到哪裡呢 貼到 這個 檔案名稱的地方 他就會自動去網路上找到這個連結 並且把 第一個檔案給下載下來 那這個當然因為他這個 網址是在網路上 所以他 其實上次到那個網站上面去幫你把那個檔案找到 那他會問你一些問題啦 比如說他找到了 那這個時候呢 他會問你說 他的一些編碼方式是不是這一個 950 那是啦 有沒有標題有 那你打勾 下一步 然後有沒有 分個分到什麼 豆點 所以你就把豆點打勾 下一步 然後 按完成 放哪裡呢 放A1 有沒有 那可是問題如果說 這個當然已經比較快了 因為你只要做7次就完成 但問題是 你下一個怎麼辦 Ctrl向下 有沒有 然後再下一個 再一次 有沒有 再第二個 第二個的話就是 把它找到這個第二個 然後也許再做一次 然後再把它下載 那你當然做7次其實也不算慢啦 只是說如果你要更快的話 你可以思考怎麼樣 先把剛剛的動作錄製 錄下來之後做修改 所以上個禮拜我們其實 主要是 做那個 錄製劇集的動作 也就是把剛剛的動作錄下來 錄製劇 錄下來之後的話呢 我們產生一個程式 那個程式部分的話 它其實長的就像 我剛剛錄製 就是 我們可以錄製一個叫下載 CSV的 一個程式 那基本上 這個就是錄製的結果啦 所以如果你上禮拜的東西假如沒有存到檔的話 或沒存好 其實你可以拿這段程式 直接 切過來 像這樣 那你會發現呢 這個程式裡面 有幾個地方可能要特別小心的 其實它的網址就這一段 那非常長 就是在分號後面的這一段 所以以後呢我只要懂得把這一段程式把它自換掉 比如說這個是第一段 那我把它換成第二段 那就下載第二個 換成第三段 第三個網址 那就下載第三個 那第二個要注意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網址 網址自換 第二個的話 這底下有一個叫Distination 就是說 你要放 如果你下載了 那我要幫你放在 這個工作表的哪一個儲存格 它這邊是Range A1 可是問題 第一次是Range A1 可是之後的話可能要往下放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會需要 把這個E的這個數字 把它變動一下 第一次是放在A1 沒錯 但是呢 之後的話你可能要向下 追蹤了 所以後面的話我們就是追蹤到的那個列 然後後面記得加1 所以我剛剛不是下載第一個 有沒有 我把它 Ctrl Ctrl向下 Ctrl向下 追蹤到 24475 然後記得要加1 為什麼要加1呢 因為才可以把它往下放 OK 至於這個程式該如何做修改 基本上我上禮拜有提到 所以 大概 第一步 我是把這個網址 把它先寫一個 寫一個正列 因為呢你如果7個網址 要把這個7個網址要放 放在7個 這個地方儲存的話 那你必須給它一個 類似一個虛擬的清單 讓它存放 所以呢 想到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用正列 然後 這邊 把它更改一下 另外的話跟各位講一下 後面其實有一些程式是可以刪掉的 哪些可以刪掉 其實基本上我印象中 除了 這個什麼 Ctrl 這個有一個分割的 從哪邊分割 其實我們是用豆點 豆點的話是Test File Ctrl 這個地方等於True 這一行上面這些其實都可以刪掉 因為我發現這些其實沒有也沒關係 因為它可以用預設的 所以 你把這些刪除掉 那當然相對程式會變簡短 第一個 我可以把它 把陸式的 這個程式先把它縮短 第二個的話呢 我把字稍微放大 工具選項撰寫風格 把這個稍微放大一下 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如何讓這個 程式 變成可以P次 這個P次的部分 我把它寫在這裡下 首先的話當然就是建立一個什麼 P次下載 大致上 會增加有三個東西 第一個的話就是這個正列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就是這個回圈 因為要跑七次 所以For i 等於 1到7 這個是第二個回圈 第三個的話就是 我要放在 哪 一列 的位置 就預設是A1 那如果我將來希望拉往下的話 那這個是第三個 如果當它這個裡面是空的 那我 這個R就等於1 就是A1 放在A1的儲存格 反之如果說 這裡面已經有放資料的話 那我就讓它向下追蹤加1 所以主要 上個禮拜 主要就是 把錄製的程式 再加上這三段 基本上就完成 可以P次下載的動作 所以請各位先把 上個禮拜的部分 先了解一下 那待會的話我們就把這部分 完成之後呢 那主要我們是希望 下載完的資料 把它做一個視覺化的分析 比如說 找出那個青蔥價格 最便宜的排序 類似像這樣的結果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